男人被黑帮逼迫来到海鲜市场 根满于摊尾老板收账 不料对方曾经也是道上响当当的人物 面对前来要钱的男人 摊尾老板丝毫不畏惧 上去就是一脚将男人踹飞 紧跟着拿起桌上的刀就冲了上去 这下男人就彻底激怒了 一把握住刺过来的刀 不顾手上鲜血直流的伤口 开始猛烈投机 撞得摊尾老板真迷糊 接着又乘声追击 随手捡起一条冰鱼 朝着对方的脑袋狠狠地拍了过去 最终以这种暴力方式成功收回欠款 这个男人名叫李幻 曾经是一位天才棒球手 在赛场上叱咤风云 可是以此意外导致肩部受伤 让他的运动生涯遭到重创 再也没有往日的雄风 生活也陷入了窘迫 为了不被饿死 他不惜跟地下赌场合作打假球赚钱 这天李幻像往常一样 打完假球来到赌场索要酬金 谁知刚拿到钱要离开 就遭遇警察骚场 李幻见状本想撑乱逃离 结果还是被警察看到抓进了警局里 出来后李幻再次来的赌场 打算跟老板要回属于自己的钱 结果刚好碰见老板被高利贷追账 他也没说废话 静止走上前 把混混手中的钱袋抢过来 转身就离开 混混头目小白觉得丢了面子 当即将李幻揽下 上去就是一拳 却被李幻侧身躲过 而自己却被对方掀翻 这一下算是捅了马蜂窝 双方瞬间爆发肢体冲突 虽然李幻身手了得 但是架不住对方人多势众 很快就被打倒在地 被打几眼的李幻随手捡起一块砖头 冲上去就是一通乱砸 也不管是不是要害 最终小弟们全部被打趴 当然李幻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事后小白向他索要高额医药费 没有钱的李幻也只能想办法搞钱 就在他走投无路之时 小白的老大上和找到了他 原来上和是个稀才之人 在他听说李幻很能打以后 便想将其招指挥下 为其所拥 办公室里上和告诉李幻 只要帮他收回一个人的账 小白等人的医药费 就可以一笔勾销 事到如今 李幻也只能答应下来 此次的欠债人 是之前道上有名的人物 小白这些人都不敢动他 所以迟迟要不上来钱 李幻听闻后可不管那些 来到海鲜市场 上去就是不要命式的硬杠 最终成功收回欠款 回到办公室 上和拿出一大钱 扔给李幻 表示这是完成任务的酬金 李幻也看出 对方是在拉自己入伙 便果断拒绝 说了一句 两不相欠 就要离开办公室 上和见状直接将李幻拦下 说他打假球的事情 人尽皆知 已经没有球队能要他 如果不加入帮派 那以后吃饭都是困难 李幻想到现在的困境 他实在过够了 穷困潦倒的生活 犹豫再三 还是答应了下来 当天晚上 上和带着李幻和手下 来到他的KTV庆祝 其间李幻对这里老板娘 善美一见钟情 但他知道 以自己的身份 只能远远地看着 根本不敢靠前 随后的日子里 李幻被安排到小白手下 从最底层坐起 白天跟着小白贴广告收钱 到了晚上 就来到KTV门口 观望善美 久而久之 善美也注意到了他 晚上 李幻看到小白正在赌球 于是 他靠着当运动员时的 独到见解 给小白指点了一番 结果小白直接赢了个大满贯 赚得盆满钵满 很快 李幻有赌球天赋的消息 就传到上和耳朵里 随即找上李幻 一番简单交流 上和便决定 把手上的赌球网 全权交给李幻打理 顺便还送了他一辆奔驰汽车 当作逮捕工具 李幻在接手赌球网之后 凭借着对赌球方面的天赋 一时间 帮公司挣了不少钱 他的事业也迎来了巅峰 在黑帮里的地位 也水涨船高 这天 李幻开着他的奔驰 来到KTV门口 善美送走最后一个客人 一眼就看到 站在路边的李幻 于是主动走上前 搭话 并邀约明天出来玩 好事来得太突然 李幻赶紧答应下来 此日 两人来到河边散步 李幻瞅准时机 勇敢牵起善美的手 还好 并没有被拒绝 随后 李幻转头去买咖啡 回来时却看到善美 正跟一个老头说话 他上前询问对方是谁 没想到 老头竟对善美出言不讳 气得李幻抓住衣领 就要动手 好在善美在一旁 及时将李幻拦了下来 当天晚上 李幻和善美 他在上河的引荐下 见到了公司背后之人 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个人居然是昨天 调气善美的老头 此人名叫人树 表面上看 是个和蔼可心的小老头 但实际上 却是一条阴险狡诈 心思缜密的毒蛇 当见到李幻时 并没有提及昨天的事 反而表现出 对李幻格外看重的样子 还把他作为重点提拔对象 当天晚上 李幻和善和来到河边喝酒 期间 李幻问对方 为什么要如此重用自己 可善和却没有说 什么特别的理由 就是喜欢他骨子里的那股泳进 也就从这以后 李幻彻底把善和当成自己的贵人 开始不遗余力地帮公司挣钱 转眼就过去了三年 李幻现在已经将手上的赌博网 打到国外市场 为公司敛财无数 可随着李幻的能力越来越出众 善和居然有了一次危机感 特别是得知人书 经常通过善美这层关系 私下会见李幻后 这种感觉变得愈发强烈 这天 善和找到李幻警告他 抹布是用来擦东西的 不是用来盖的 暗示李幻远离善美 其实善美也没有表妹那么单纯 她是人书的情人 也是一枚棋子 但李幻并没有听进去 晚上善美服侍完人书 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 眼含泪水地对李幻说 她受够了这种 出卖身体还债的日子 到这时李幻才知道 善美欠了公司的高利贷 第二天 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李幻找到善和 要求把善美的债务 转到她的名下 善和现状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电话打给财务 将善美的债转到李幻身上 同时还把她手上的赌博网 交给别人管理 冷静一段时间再说 就这样 李幻瞬间从黑帮大哥 沦为收账小弟 日子过得十分压抑 不过好在还有善美的陪伴 与此同时 善和和人书都明白 走黑道不是长久之计 于是他们盯上了一块码头 准备买下来 停海造田 开设度假村 没想到 在考察地皮途中 两人突然遭到一群打手袭击 带头之人 是上和的死对头 老虎钱 当初就是因为上和举报他的赌场 导致被抓紧监狱中 现在刚出狱 就立马来报仇 上和的手下看到老大遇袭 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老虎钱见势不可为 便先带着打手们撤退 这笔账只能日后再算 眼开着对方已经找上了门 上和肯定不能坐以待毙 回去之后便安排心腹 带上李幻 找到老虎钱的老窝 干掉他们 虽然李幻还对上和 收走赌博网之事情耿耿于怀 表现得很不情愿 但碍于命令 他不得不去 就这样 一场黑帮 火拼也随之打响 怕有人从后面逃跑 李幻手持一把匕首 独自一人来到后门 杀了上去 此刻的李幻 就像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杀人机器 冲进屋里 见人就痛 一时间 整个走廊里血流成河 尸痕遍夜 由于是突然袭击 老虎钱的许多手下 刚从睡梦中醒来 就变成了尸体 完事后 李幻回到家中 发现地面上一片狼藉 扇梅也不见了 他赶紧来到酒吧寻找 却碰见 早已在此等候多时的上和 原来 上和怕扇梅 把自己一手栽培起来的李幻 拖累 所以暗地里 把他赶出了首尔 上和警告李幻 扇梅不是个擅长 特别擅长欺骗男人 之前已经骗过好几个了 让李幻回去 好好想想 过了没多久 李幻突然接到小白打来的电话 称 在打扫战场时发现 老虎钱不在其中 听到这 李幻赶紧给上和打去电话 却无人接听 意识到不对劲 他查出上和位置以后 赶了过去 没错 正是老虎钱 把上和给抓走了 两人一见面 便撕打起来 老虎钱身强力壮 猛地一脚 就把李幻踹飞出去 李幻也不甘示弱 起身与之搏斗 经过一番激烈打斗以后 李幻成功制服老虎钱 随后将老虎钱拖到外面 准备将他埋了 成为上和的手下 这一切都是上和的阴谋 当天上和一箭双雕 设下圈套 把老虎钱的赌场整垮 还把赌场里的李幻给套上 逼得李幻走投无路 不得不投靠他 成为一枚棋子 听完这些话 愤怒的李幻拿起铁锹 将老虎钱糊糊拍死 不过此时的李幻也醒悟过来 不甘心 作为一枚棋子的他 暗地里开始行动起来 这天 上和在码头项目启动的 发布会上做演讲时 一群警察和检察官突然冲进来 直接将其抓进警局 而幕后推手正是李幻 他找到检察官老李 把上和这些年犯下的事情告知 之后 老李把在上和办公室里 找到的一份贿赂高管的文件 交给了李幻 则仗着手中的文件 他成功坐上上和的位置 可是李幻明白 不管怎么折腾 他最多就是公司的二把手 人数始终都压在他头上 于是李幻便想要自立门户 他通过关系找到国会议员 希望得到对方帮助 扳倒人数 在这期间李幻还找到扇美 不过并没有上前 只是像以前一样远远地看着 手下小弟问他 为什么不把大嫂找回来 李幻淡淡地说道 从扇美离开到现在 都没有主动找过他 其实已经说明一切 另一边 任书通过关系得知了李幻 要造反的事情 当天夜里 就准备把他叫过来灭掉 没想到李幻没等来 却等来一大群警察 原来任书贿赂高管的文件 被人找出来 并且举报给了警方 就这样 任书被抓进监狱中 而这一切都是李幻和上和搞的鬼 两人联手演了一处双簧戏 目的就是将任书送进监狱 因为任书不死 两人的头顶上永远压着一座山 随着任书入狱 李幻也通过关系 把上和救了出来 这天 两人来到码头商讨项目计划 没想到 一伙杀手突然出现 上来救下死手 这些人 正是得知真相的人数安排的 由于对方人数众多 很快 他俩身上就伤痕累累 鲜血直流 眼看就要命丧 杀手之手时 上和的手下及时赶来 上和瞅准时机 带着李幻跳上游艇 快速逃离 安全后 受伤严重的上和 回忆起了一段往事 其实上和很早之前 就认识李幻 那时候 他还是个收债小混混 看见李幻被人殴打 依旧不屈不挠地站起来硬干 也就是从那时候 上和认定要拉李幻入伙 此时的李幻 难难地说道 怎么会搞成这样 上和告诉他 以后的路只能靠他自己了 说完 便因为失血过多 归了戏 而李幻又该如何面对 接下来更加凶险的路呢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片片名 《为了皇帝》 是一部上映于 2014年的犯罪情综电影 影片还算精彩 只是剧情上漏洞不少 导致很多地方 都经不起推敲 不过女主的身材 确实非常棒 喜欢的小伙伴 可以看一下原片 我是范叔 我们下期见